海贼王漫画1063话的情报已经更新 文化标题为我唯一的家人 非夜故事中克力加已经被冰冻起来了 布雷哭泣地说敌人已经把布林给绑架了 紧接着正式漫画剧情中的镜头先给到了陆飞这边 陆飞乔巴波林用被夹黄刻的一台机器换到了新的衣服后 紧接着三人的装扮都变成了未来风格 而后圣平老大则别具一个换上了夏威夷衬衫 之后在六大过程中他们还遇到了穿紧他衣服的机器人巴索罗妙大雄 但是和真正的巴索罗妙大雄不一样的是 这个大雄带着云框墨镜 并且肩膀也是七七左 之后大雄攻击陆飞的时候陆飞准备出射 但是布林立马阻止了陆飞 他说雄是他的亲生父亲 也是他唯一的家人 之后布林开始回忆起来了自己小时候被大雄抱着的场景 紧接着镜头来到黑胡子这边 黑胡子在大海中央袭击了罗 与此同时他还带了好几名自己的船员 这些船员们有一号船船长吉扎斯巴结斯 三号船船长范奥卡 九号船船长独居及其他的爱马壮壮 他们全员都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吉扎斯巴结斯的恶魔果实是粒粒果实 拥有怪力的力量 范奥卡拥有的恶魔果实能力为顺移果实 可以实现瞬间一动 或是将他人传送到某地 独居的恶魔果实能力为疾病果实 可以让人染上各种疾病 独居的爱马壮壮是麻麻果实换兽种贴马形态 一伙人在对付罗的时候 罗本人立马逃到了附近的小岛 但是范奥卡利用顺赢能力将吉扎斯巴结斯先传送了过去 吉扎斯巴结斯举起大山潮楼砸了过去 紧接着独Q和黑胡子也过来 独Q利用他的能力第一时间将罗变成了一个女人 但是罗利用强大的霸气解除了独Q的病毒能力 与此同时他还给对方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会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强大的霸气可以导致恶魔果实能力无效化 罗说他在和大马老师战斗的时候 真的是学到了不少 最后黑胡子出现在罗的面前 他说自己老早就料到三船长离开和之国后会遇到自己 但是不确定谁会最先遇到自己 黑胡子说凯头那里肯定有一块红色的历史证文 他命令我立马把那块历史证文交出来 之后罗回应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只有圣者才可获得一切 另外本话中罗对独Q使用霸气的时候 他的身旁出现的并不是霸王色霸气的黑色闪电 而是他以前没有弄出来过的白色闪电 文字描述中推测罗同学可能又有了新补丁 以上就是目前情报已经更新的全部内容 下周不休刊